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二 是10月25号 我刚从基隆坡回来 昨天回来比较晚 所以今天爬不起来 所以今天的录制是有点迟到 跟大家陪个故事 那昨天晚上 华尔世界基本上还是继续的反弹 就是星期一的反弹 也是应该是这么说吧 因为上个礼拜五的反弹的力度是蛮强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星期一的股市在美国那边 也是大致上的大致多回调了 那我们看到道琼 现在已经回到三万一千点了 所以变成了短期里面 他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目前现在要看到的 那个主要的一个价位就是 三万两千五百零四点 这是九月份的新高 那个高点 如果这个月份 我们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到月底了 这个月底之前 如果他可以 就是在月底的 那个最后一天的交易的时候 如果可以越过三万两千五百零四点 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还会再继续的往上涨 如果他没办法突破的话 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下个月 下个月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月份 因为主要的事件要发生 就是主要的美国的中期选举 就是在11月7号 这次的选举 不管谁赢谁输或者是 那个共和党有办法拿回那个两岸的那个参议院 或者是那个民主党可以保留目前的 他两个部分的那个美国国会的话要看 主要是不管谁赢谁输 我觉得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呢 是不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结论 我觉得争论会非常非常高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主要看到是两派呢 的斗争呢 会非常非常恶劣 导致呢 不管谁赢谁输呢 对方呢 特别是输的那一方呢 肯定是不服的 那导致呢 可能会看到美国的那个 国内的一些紧张局势呢 更加的恶化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股市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目前呢 还是在那个阶段就是在看 美国的企业现在在公布他第三季的一个 财政报告 基本上呢 是还好 OK 没有什么意外 所以变成了市场呢 就比较有一个反弹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观看 短期里面我认为上涨的空间是还是有的 因为呢 昨天的币市价还是属于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跟星期五上个星期五的收盘价是差不多一样 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所以那肯定是他那个短期的那个市场的那个感觉是应该要继续的往上走 那 那S&P500呢也是一样也是有上扬 可是昨天上扬的没有比道琼多 道琼昨天好像是闭市的时候好像涨了1.35%吧 那那个S&P呢只有1.1%多 我没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数据 可是我印象中是知道S&P的涨幅没有比道琼高 那这个当然是有原因了 我们上一期都跟大家分享就是 全球的那个资本呢已经涌到美国去了 因为欧洲呢是有那个战争的一个那个那个影响 在那的话 他的经济呢已经开始衰退了 因为能源价格太过高了 已经有很多 特别是那种德国的企业已经搬迁到美国去了 因为那边的中国 美国那边呢至少呢他能源至少稳定 所以变成了很多这种企业已经搬到美国去 所以资金也往到涌到美国去 那这些资金到美国去的时候呢 大部分我们看到很明显的 就是大大致上这些资金呢 都是都是在买蓝筹股 所以呢道琼涨呢是这个画面其实也不意外 所以呢肯定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这个趋势呢 肯定会继续的走下去 所以呢肯定是对道琼有利 那相比的话S&P500的涨幅呢是靠着道琼的涨幅跟注上 他基本上是主流的主流的资金是在蓝筹股 所以呢S&P的涨幅呢没有这么凶 同样的我们也要注意就是那个4,119点 就是9月份的高点 如果他这个月份呢月底的时候呢 可以越过这个这个蓝杆的话 他肯定是有办法再继续的往上走 以目前来讲他已经突破了目前的这个10月6号的一个高点 就是3806 他已经越过昨天来到最高的来到3,810点 所以变成这个这个价位已经比之前这个这个10月份的6月 10月6号的那个价位还要再高 肯定呢你们看到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三波浪行 那如果我把这个上波浪行的这个再继续的往上滑的话呢 肯定下个目标呢短期里面呢应该是在3,900点 OK 3,900点我们看看左边呢有这个门槛 OK 所以那3,900点是下一个 可能今天的一个比较要越过的一个门槛吧 OK 所以继续的往上看 OK NASDA的涨幅没这么高 上个指标里面呢 上个股指里面呢 NASDA涨的最少了 昨天币市价呢 他只是涨到0.85% 所以呢 比NASDA比那个S&P500还少 比道琼更少 所以变成呢 主要还是关注在道琼 所以到目前来讲 他还没有办法越过10月6号的一个价位 就是11,660点 这个呢 跟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S&P500呢 是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看到主要涨的那个股指呢 最弱的就是NASDA100 OK 所以呢 如果要买它涨的话呢 应该不会选那个NASDA100 可能会是选道琼了 今天早上我们看看 恒生继续的有一点稳定了 昨天呢 来到最低价位 今天早上来到最低价位 突破15,000点 稍微突破一点点 就是来到14,947.40 所以基本上也是 今年度最低的一个价位 所以呢 恒生指数短期里面好像 好像没办法涨 所以呢 他的基本呢 那个 投资者对他的一个看法 还是比较 比较悲观的 所以变成呢 他短期里面要涨的空间不大 OK 上海中和指数呢 今天也是一样 有来到2944点 OK 肯定啊 现在有一个涨幅 可是短期里面 他还是 市场对这个整个大陆的股市呢 看起来也不是太过明朗 20大已经过去了 可是市场呢 对于 目前这个状况呢 还是有点担心 就是说呢 现在那个 中央 怎么讲呢 你们那个 就是 经过这次20大的一个整理之后呢 有新的人选 在管理这个整个经济 所以变成呢 市场对于目前这个选 涨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所以呢 那个 日经指数呢 昨天呢 没办法突破 现在还是属于比较低落的一个 就是一个 状况 现在还在盘 他没办法突破 10月6号的一个高点 就是27400点 所以这个价位呢 来的很 两次了 就是三个星期三来过一次 现在呢 又再来多一次 可是目前呢 看起来好像 是一点不愿意突破 可是突破 应该他是会突破 OK 如果他突破的话 下一个目标就是28000点 这个空间里面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 有 肯定是会有的 那美元对日币呢 经过这个152的价位呢 开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之外呢 那当然现在 日本那边呢 是没有否定 也没有肯定 他是有在干预了 就是说呢 所以可是呢 他这个波动从152 掉到145呢 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变成短期里面 他又再反弹回来 反弹了50%以上 所以现在目前呢 他是在调整中 那他还会继续的往上走吗 还是会继续的往上滑 所以大家肯定要关注一下 肯定是这样子 因为之前在追盘的那些多单呢 已经在这一次的摔下来的那个行情呢 一定是把它平掉了 所以变成短期里面 这些做多单 做多单敢不敢进来 OK 所以呢 肯定是在目前这个价位149的 那个价位的范围里面 应该很少会出现多单 OK 大致上呢可能会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在这边排排一段时间 OK 我们看看那个英镑 英镑昨天呢 已经公布了人选 就是他的那个首相的人选呢 应该是目前我们认为应该是 Rishi Sunak 这个之前跟那个 List Trust在选这个 这个总理的这个竞争的时候 被落选的那位 那位印度籍的那个国会议员 所以也是之前的那个财政部长 所以目前应该是今天会肯定 他就是新的英国首相 大致上呢 市场对这个人选是有一点乐观 所以变成呢 英方有点涨了一个现象 OK 所以呢短期里面 他可能还是有机会再继续的往上走 所以目前来讲是加1.13左右 OK 涨的空间应该是会有 那欧元对美元短期里面还是在继续的攀高 因为呢我们看到 经过那个美元对日币的一个衰退之后呢 肯定呢 这个美国做调整的可能性呢 已经出现在别的货币里面 所以欧元对美元呢 也是短期里面有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可能会来到1块钱 所以目前来讲是0.9870左右 所以呢再涨100多个点 OK就来到1块钱 所以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要看看 如果他来的时候呢 看看有没有办法再再往上再继续的往上走 OK 短期里面是这样子 那奥币呢 奥币现在已经走完了三波浪行了 已经在这个空间 我认为来到6毛半的空间是有的 所以目前来讲是6毛3左右 所以呢继续的往上走是有可能有 因为呢 美元在做做调整 在做调整的单额呢 肯定是别的货币肯定是会做反弹的 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看石油吧 石油呢 现在没办法涨也没办法跌 就是卡在那个85块的那个价位里面 所以呢他从81块3 涨到87块1毛4 那是现在目前呢在这边徘徊 所以呢我看到的是三波浪型的一个 可能的一个形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最少最少的可能 上面空间是在88块半OK 到90块 所以这个空间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 目前来我还是保留我这个那个多单 在黄金呢也是一样 黄金呢从1616块8毛钱涨到1670块7毛半呢 现在在卡在50%的那个回调的力度里面 所以呢短期里面也找不到理由 所以当然美元如果继续的做调整的话 他肯定就有这个理由在继续往上走 短期里面现在是市场在 他还在观看吧OK 那个银呢 一走高的从18块09分的走到19块6毛9 OK 所以变成这个涨幅就比黄金还要大 所以短期里面如果他回调50%到18块 或者是19块的放额里面 我觉得这个这个价位可能还可以继续的做多 短期最基本的一个上 他上面的空间是19块7毛半到20块 所以这个空间呢我觉得可能性很高OK 所以呢可能如果再可以在19块里面 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做多的话呢 上面的空间最少有19块7毛半OK 我们看看加密货币吧 加密货币现在目前还在盘中 从1000就是18660点呢 来到还是还没办法突破2万块 现在呢他在目前在盘中在19300块左右 所以呢短期里面他还是在观看 所以短期呢那个美国的股市呢 没办法带动的这个虚拟货币走高 可是如果是美国股指呢继续要往上走的话 我觉得上面的空间是有的 就是他涨的空间是一定是会有的 所以短期里面如果可以在这个价位里面 做短期的话也应该也OK 只要是把止损我认为放在这个价位 就是19000块以下 我觉得上面的空间一定是还是会有的OK 那他会走多高呢 最少2万2万4百块 2万4百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短期的目标 那以太郎嘛 以太坊是以太郎 目前呢他走势是比较稳定 因为呢他已经突破 他已经突破了那个月中的那个高点 就是1342块9毛钱 所以呢这一次呢在星期一的时候 来到1370块9毛钱 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币呢 是应该是再继续的看上涨OK 他上面空间呢是在1440块最基本的 他目前呢还是在盘中也没有什么可以影响他 可是他比较稳定 我认为呢他现在呢可能是在做这个 在做这个动作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上面的空间来到五毛一的 那个五毛一的肯定性 这还是有的OK 我是觉得他涨的空间是继续还是有 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预测OK 从这边假设这个是差低点OK 拉不到OK 最少是四毛九OK 四毛九到五毛五毛一的肯定性是有的 所以最基本最基本的如果是在这个 在这一边做多的话 我认为呢上面空间是四毛九左右 Cardano呢Cardano目前呢也是比较稳定 他目前呢还没有做回调 肯定会有一个我觉得肯定 这个回调在做多一个拉回来 一个可能性呢是有的 他如果是有的话是会在什么价位呢 短期里面可能是这样子OK 在三毛半OK 三毛半的空间里面我觉得 可以在这边做多的话肯定是上面呢 这个三毛七的一个挑战呢肯定是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很高OK 再来的话这币安币 币安币目前呢也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币 短期里面我认为他要走高的可能性是283块半 OK这个是短期的一个目标 肯定是有办法突破277块3 因为他已经基本上呢跟以太郎是差不多一样 他已经突破月中的那个高价OK 所以呢他继续的往上走的可能性已经诞生了 这个 cosmos cosmos 这个就是宇宙币 目前还在盘呢 短期里面如果大概守在这个价位以上 11块4毛3 4毛2的空间里面呢 他再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OK 那最基本最基本呢 如果是假设目前这个最 这个新地点呢我觉得在挑战12块8 12块7毛6 这个空间是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继续的往上看 所以基本上我看虚拟货币是应该涨的空间 它是有存在的 短期里面如果要做选择的话 我会做选择做多 好 那现在就到此为止 我们明天再跟大家做分享 拜拜